前总统陈水扁的特赦案处理 即台南市议会之后 高雄市议会民进党团 今天也提案通过要建请总统马英九 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促进蓝绿和解 高雄市长陈菊也非常赞同 他说非常高兴党团能够有这个提案 打破难力 能够让政治之间的对立能够缓冲 我认为这是对台湾非常有贡献 所以我也这样的期待 今天民进党的党团提出请 我们马英九总统在他卸任之前 能够特赦成熟的总统 我会觉得对于马总统 促进台湾社会的和谐 打破难力 展现马总统的高度 陈水扁因为贪污案入监 目前获保外就医 期限将在520前结束 特赦的话题再被重启 之前台湾一届联盟 选择了双英会前夕公开 呼吁特赦陈水扁 如今绿营也公开向马总统喊话 总统府方回应关于总统特赦 是在个案判决确定后 才会发生的问题 而陈水扁所涉刑案 仍有好几个案件还在审理当中